捐血爱无限 赞 台北市护理师护士工会串联北市二十大一市工会团体 与台北市卫生局合作举办捐血爱无限公益捐血活动 号召民众爱心响应 捐血中心主任林敏昌表示 虽然目前血库在安全库存量 但血液有保存期限 尤其过年前后会比较缺血 呼吁民众踊跃捐血 其实过年前后经常都是我们比较缺血的时间 那因为就是长假嘛 那大家都很忙 所以就势必造成我们的库存就比较下降 那可是其实临床有很多病患 他是经常性必须要这个血液 所以就进来的少 他出去的多 就血液库存就越来越少 从过年后 其实我们也承访各单位来进行很多的捐血活动 所以我们的库存到目前为止是有提升到安全库存以上 像今天早上大概可以达到接近九天 所以是比较令人安心的一个库存 不过因为他是经常性的使用 还有刚刚跟您提到 有时候气候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那万一有一个不理想的条件之下 那血液库存就会下降 我们确实在很短的时间 筹错了所有相关的一些物资跟源源 我们也希望这个不是一个快闪的活动而已 其实捐血中心的同仁告诉我 他们其实是需要一个带状的捐血 所以我也呼吁 未来我们其实这是一个可以长长久久的活动 卫生局表示捐血爱无限公益活动 将动员台北市政府同仁 洽工民众及台北市二十大医事工会会员 一起晚秀捐热血 台北市议会议长戴希青 与卫生局长陈彦源也到场支持 号召民众一同响应 其实这些响应的活动陆续都会在进行 那这一次比较特别是由 这个所谓二十一个二十个医事团体 医疗的团体 包括说医师工会 中医师工会 亚医师工会等等 护理师护士工会等等 这个由医疗的专业团体一起来发起 这是过去比较罕见 不过因为医疗人员也是我们市民朋友的一部分 他们愿意出来响应这个活动并捐血 我想这是对我们医疗机构的血量的使用 有莫大的帮助 我想定期的捐血 对自己的健康是绝对有帮助的 至于会不会变下电影 就看个人的造化 但是是避兜百害 绝对是有帮助的 我想这个是绝对给百分之两百证明的 那我想 台北市是医疗资源相当丰厚的地方 但是如果没有足够我们学库的这些存血的话 对于很多急需要照顾的这些病患来讲 跟家属来讲是相当大的责任 所以大家如果在健康相当与许的情况之下 我们也非常鼓励大家能够融入参与这样的捐血活动 卫生局呼吁民众保持身体健康 养成定期捐血的习惯 维持7到14天的血液安全库存量 捐血相关讯息可至台湾协议基金会网站查询 也可线上预约减少等待时间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